微信摇一摇真是不靠谱 害人又害己 你们以后也千万要当心 以前我们和外地的朋友们联系都是以书信方式 一来一去也要几天的时间 后来就是用坐机电话来通讯 它的好处也就是方便通讯了 直到现在研发出的手机 手机这个产品真是个好东西 它不仅可以接打电话发短信 重要的是还可以玩微信等等 它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 说到微信这个软件 它的功能可多了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聊天了 可以语音聊天 视频通话 语音通话 然后就是微信摇一摇 是微信推出的一个随机交友的应用 这样我们就更方便的交到更多的朋友 我叫王刚 就是因为微信摇一摇 认识了我的女友小月 刚开始也就是出于无聊 才试着玩摇一摇的 记得第一次摇到他的时候 也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后来因为打字太累 我就开始用语音和他聊天 听到他甜美的声音 再加上他那美丽的头像 顿时让我喜欢上了他 虽然我知道 可能这一切都是假的 谁让我活了24年 竟然连个女朋友也没有谈过 就像这样 我就和他开始的频繁的联系着 有事没事 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打个电话 一天不联系我的心里都慌慌的 就这样持续了有半年的时间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想把他约出来 见上一面 由于我们是在一座城市打工 也特别方便我们见面 她跟我想象的一样 是一个看起来很踏实的女孩子 长得也很文静 表达出我的爱意后 她也愿意和我交往 再后来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 然后理所应当的我们同居了 这中间每逢大大小小的节日 也都会给他买一些他喜欢的礼物 我自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 把他带去见过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也很喜欢他 说我们也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了 如果可以 我们家可以去你们家提亲 让我们早早的把婚事办了 可是小月学说 叔叔阿姨不着急 等我们的感情再稳定点 再结婚也不迟 不在乎再等个一年半载的 我父母听他这么说 也挺在理的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 那就再等等吧 再一次聊天的时候 小月说 想开个服装店 不想再给别人打工了 天天看别人脸色不说 一个月也开不了多少工资 我想了想也行 再说了 我们也快要成一家人了 于是我东拼西错的 给他二十万 可是就在我把签 给他过的第二天 就再也没见过他人了 家里的衣服也没有了 电话打不通 发微信不回 想找他的朋友或亲人 突然发现 他的一切 我好像都是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应该找谁 才能联系到他 他就像空气一样 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后来我知道 我肯定是被骗了 他不光骗走了我的钱 还骗走了我的感情 我要帮你 帮忙我 谢谢你 我帮你 我感谢你 感谢观看